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水 无论村落还是城镇 吃不饱饭的大有人在 但是用些野菜也能冲击 若是没有水喝 那可是真的能要命的 落叶镇远离县城 四周也没有交通要道 最关键的是 没有一条运河经过这里 远些便是一片绵延数百里的山脉 镇子旁边只有一个池塘 其实规模倒是不小 到了春夏的时候 这池塘的水蓄满了 人们便可取水用 可是到了今年 天气炎热 邵羽 这偌大的池塘 竟是直接快干涸了 其实即使干涸了 按理说 对于人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因为镇子里有着几口水井呢 吃喝倒是问题不大 因为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当池塘的水快干涸的时候 水井中的水竟然也变少了 镇下镇里的人们都慌了起来 毕竟喝水可是大事 眼看着喝水成了问题 村民开始怨声载道了 作为镇上的负责人 李正 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担当 老者带着人 站在了一口井前 叫人扔下水桶 开始打水 结果摇了半天 水桶湿上来了 结果只有半桶水 其中还有些泥沙 旁边围观的众人见此 顿时就嚷了起来 看了吧 连泥沙都有 可见世纪将干涸了 这可叫我们怎么活啊 老者看了看 暗自叹了口气 说道 其他几口井如何 生前一名管事说道 老叶 镇子里一共五口水井 如今都是这种情况 老者听了 眼珠转动着 思索了一番 说道 看来得重新打井了 若是再不下雨 那么就麻烦了 一人上前 李老爷 我认识一位先生 据说巡警有些本事 不如请来试试 古代打井 都需要找巡警的先生 老者听了 点头道 紧快 钱好说 那人听了 立刻出了阵子 去请人了 下午的时候 一辆马车 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请了来 这人便是巡警的先生 来人拿着罗盘等物 倒是像模像样的 有着专人陪同 这人在镇上开始转悠了起来 结果一个时辰了 竟然也没有结果 众人都着急了 临近天黑的时候 这先生也急了 正走到镇外 这里是一片荒地 此人拿着罗盘走了几遍 顿时眼睛一亮 说道 即使此地了 说完 在一处荒地上 指了指 将打井的位置确定了下来 自有人回去禀报 老者见词 给了此人钱财 不过确实没有给足 说是挖到了井 自然会给 若是没有 那就两说了 那位先生听了 倒是也没有计较 认为自己多年的经验不会有错 先生走了 村民在老者的组织下 开始着手挖井 其实这挖井的工程难度 比支盖房还要难上许多倍 所以镇上 村民自发组织 便有招数十人忙活 争取尽快吃水 毕竟可是事关所有人的生存问题 已经十天了 挖了两丈深 当时先生说过 最多三丈 便可见到水 如今总算是见到希望了 又是过了几日 镇上突然来了一名老乞丐 这乞丐应该是从县城的方向 一路乞讨而来 村民在见到乞丐的时候就很诧异 小镇不繁荣 连乞丐都很少见 尤其是此刻没水的情况下 更是一个乞丐都没有 乞丐进了阵子 看了看左右 也是有些迟疑 连个摆摊卖东西的都没有 可见偏僻荒凉 但是既然到了 还是准备要点东西再说 到了一户人家前 看着敞开的院门 乞丐上前 喊道 行行好 给口吃的吧 喊了几遍之后 走出了一位中年妇人 看了看她 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自己都吃喝不起了 哪有施舍给你的啊 快走吧 乞丐倒是没有胡搅蛮缠 贴了之后 便走了 去了第二家 结果仍旧是要不到 一连四家 都是如此 还是有着一位好心人 走了上前 说道 我说乞丐 你就不要要了 如今家家都难 我只给你一条火路 阵外正在打紧呢 那里吃喝管够 你去试试 应该问题不大 乞丐听了 倒是露出了希望的神色 朝着索纸方向走了过去 正好看到热闹的场面 大家正在挖土 运土 所有人都在忙碌着 因为是工地 事关大家所有人的利益 所以每家每户都出了钱 凡是在这里干活的 吃喝都不花钱 管购 所以在一个棚子处 有着水桶 还有很多的馒头 有着两位妇人正在做饭 还有一位老者 负责管理这里 乞丐看到之后 眼睛都冒光了 蹒跚着走了过去 道了老者金钱 鞠躬道 行行好 给口吃的吧 作者的老者看了看他 皱了皱眉 叹了口气 说道 都是可怜人啊 说着 掀开盖着馒头的布 取了个馒头递了过去 乞丐接过了馒头 赶紧千恩万谢 口中吃着馒头 看着众人忙碌 便问道 大家这是在干什么啊 老者答道 这不是干旱 这里没水了吗 大家这是在挖井呢 听到这里 乞丐倒是来了些兴致 几口将馒头吃了 问道 能给口水吗 老者此事显露了迟疑之色 说道 此刻的水比馒头还要值钱了 给你些吧 乞丐也只是喝了几口 便没有多喝 之后竟然走到了众人跟前 带着好奇之色 看了起来 干活的众人不到回事 仍旧在忙活 就在这时 义人从井下喊道 唉 看看我挖出了什么 大家都停了下来 这人片刻之后就上来了 但是在木桶之中 竟是有着两条泥丘 两条泥丘在泥浆之中 倒是活蹦乱跳的 十分欢食 义人上前看了看 笑道 奇怪啊 怎么会在地下挖到泥丘啊 不过正好 晚上下酒菜倒是有了 大家都一起起哄 挖到泥丘之人看了看 也是挺开心 说道 这倒是 家里婆娘好久没有吃到肉了 有这两条泥丘 倒是也能解解馋 一人听了 打去道 你哥怕老婆的东西 大家纷纷笑了起来 只有那乞丐看着两条泥丘 带着不安之色 在大家说话的间隙说道 不可 不可啊 突然这么一说 倒是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众人一看 是一名乞丐 纷纷露出了不屑之色 那名老者也到了近前 笑着问道 有何不可啊 乞丐看了看泥丘 迟疑了一下 说道 自古有着传说 泥丘乃是龙族 负责镇守水脉 按理说 挖到泥丘 便会有水源 不过若是将泥丘弄走 或者吃了 那么不只是找不到水脉 相反还有大祸临头啊 听到此话 众人都愣住了 那老者也是如此 众人看了看那两条泥丘 彼此看了看 那抓到泥丘之人 却是讥讽道 我才不信呢 反正这泥丘 是我挖到的 就是我的 乞丐听了 摇头道 看在你们给了我 一个馒头的份上 我才好心告知你们 信不信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说完之后 乞丐竟是转头就走 只是在走了百步之后 口中确实喷出了一口鲜血 探手抹了一把 难难道 多言了啊 原来这老者在之前 乃是一名算命先生 虽说算不得神算 但是确实真有几分本事的 只是因为多言 才会落魄至此 此刻为了偿还 馒头的恩情 才会多说了一句 结果遭到了惩罚 大家看着离去的乞丐 也是不知所措了 那名抓到泥丘的男子 也是迟疑了 毕竟事关重大 还是那老者说道 泥丘千万莫动 我去请示一下李正大人 这人找到了祖老 将此事说了一番 祖老也是不懂 叫人别忘动 还是将那巡水先生 请了过来 这人再来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不过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脸色有些难看 到了工地上之后 大家都等着呢 此人分开人群 到了井边 自有人将庄泥丘的筒 弄了过来 筒里都是泥浆 泥丘已经看不出颜色了 此人吩咐道 弄个水桶 放上清水 我看看 看他神色 众人知道恐怕有大事 赶紧将泥丘放在了清水中 结果一个晃动 两条泥丘竟是露出了本色 竟是金银两色 看着神意非凡 见此 这人竟是直接跪了下来 口中念叨着什么 大家都傻了 两久之后 这人起身 对着众人说道 这样吧 泥丘就先放在这里 赶紧挖 估计今天明天就能挖到水 之后井弄好之后 千万记得 将这两条泥丘放入其中 这样水井将会再无缺水的可能 说完之后 这人躬身行礼 随即抹了把额头的汗 赶紧走了 不用多说 众人也明白了过来 大家对那位老乞丐 更是多出了神秘的感觉 果然 没用多久 地下就出水了 转天 井差不多就修好了 随后 人们将两条泥丘放入了井中 其他的水井陆续干涸 但是这里的水井 却是始终有水 即使数十年后 历经了几次缺水 但是这口井 仍旧是如此 故事虽说有些神奇 只是借助神意传达善心 总会得到善报的思想而已 小镇缺水打井 路过的老乞丐 仍旧是得到了施舍 这便是善 老乞丐原来是算命先生 有些东西是不能乱说的 但是为了报答恩情 仍旧是说了出来 结果导致受到惩罚吐血 这就是有恩必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